小米盒子大獲! 樂視告侵拳贏了! 小米今次壞啦! 小米盒子被樂視網告導播侵拳 法院判樂視網贏了 小米要賠15萬人仔 是有此以來首次成功控告電視盒侵拳 樂視告小米導播公所心慾 山寨樹之戀等等十部作品 海電法院罰小米要賠其中七部 因為小米宣傳自己提供正版影音內容 所以對侵權損害擴大部分 需要承擔連大責任 之前包括休學在內的多間公司 也曾經告過小米 結果都是敗訴或者停害和解 小米解釋 他們是硬件製造商和銷售商 不是負責提供內容所以沒有侵權 但這次線黎一開 相信日品告小米的案件陸續有禮 不止香港人以後還未得好像現在一樣 有這麼多免費片看啦 有這麼多免費 衍鉗 衍鉗